台湾羽球一姐带姿影 正如火如荼参加印度赛事 亮眼成绩让台湾羽球被世界看见 为了让更多中小学生 也认识羽球培养运动兴趣 发掘潜力的体育人才 华联市113年羽球往下扎根活动 在美容国中的活动中心 举行了开幕仪式 12天的课程 鼓励学生把握寒假 透过正当休闲活动 和球友切磋球技 也进进球技 华联市113年羽球往下扎根活动 20日下午在美轮国中活动中心 举行开幕 不少学员曾参与过上届羽球扎根 这次活动自1月20日开始到1月31日 进行为期12天的课程 共有30名学生报名 市长魏家燕 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 名校里长黄石桂 及美轮国中校长孙台玉 应邀参加为赛事开球 并鼓励在场学员们 持续热爱运动精进球技 努力朝自己的目标迈进 很感谢嘉弦市长 到嘉弦市长 连续来的一直支持 我们这个羽球的寒假 跟暑假的一个 往下扎根的一个活动 那也更感谢我们的学校 也都支持我们的活动 让他很顺利的 有场地能够完成 那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县政府 他之前办的全中运 全民运的运动的时候 有一些我们的地点 我们也是跟他借用来 让我们小朋友在运动上面 不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损伤 让小朋友的活动能够更安全性提高 那这样的经费 我们的家长也会觉得说 这样的活动 也可以让我们小朋友 在寒假暑假的时候 能够提升另外一种运动的一个技能 那家长也希望说能够成为小孩子 以后很有兴趣的一项运动 希望这个活动 市长能够继续的支持下去 让活动也继续延续下去 大乡副主席也办理非常多届 那也真心的来感谢我们 黄大乡副主席 以及美伦国中的宣校长 还有李正伟主席 黄石贵理长 王太辉理事长 以及我们的教练 那其实我们办了非常多技能 也希望说以求这项活动 能够在花蓮市向下扎根 让更多人能够学习 那其实刚刚有问 其实在去年度有办理过 那其实有一半的人 都是我们去年 一起参加过活动的孩子们 那其实活动办得不错 他们才会再想来参加 那未来我们也会再更积极地 来在各单项 办理这样的一个暑期 或是寒期的一个 向下扎根的体育活动 那也希望说 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一同参加 那爸爸妈妈都可以一同 来我们的学校 来一起来观看 那甚至于跟孩子们 一起在体育的这个方面 一起来茁壮成长 那我想会持续地来推动 各单项的一个活动 向下扎根 包含体能训练 基础技术 分组比赛 实战验收等 依照能力评估分组 让初学者能打好根基 有经验的学员 也能更加精进 培养运动精神 市长感谢副主席 黄达翔的长期关注 也感谢美伦国中 提供U职室内场地 市公所将持续支持 各项运动演习及赛事 且办未来有更多喜爱 与求孩子报名 在运动发挥长财 发光发热 记者长邦彦 黄林氏报导